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江老头说到这里 我心中一动 不由得问他 死的那个人 就是你从外地找的高手 江老头点了点头 一副有苦难言的样子 我感到大为奇怪 既然是从外地来的猪鬼高手 怎么会死得那么惨烈的 我的脑海中又想起了警察抬着收拾袋 滴着血液的情景 难道 江老头找的那个人 徒有虚名 是个江湖骗子 否则 怎么会挂了呢 因为 我们这个行业比较神秘 外界人看不懂 所以 也是骗子 扎堆的行业 江湖上游走的江湖术士 可以说是石树九骗的 莫非你找的那个人是个水货 江老头使劲地摇着头说 我也搞不清楚啊 这事儿 嗨 我真说不清楚 江老头的情绪忽然烦躁了下来 又从烟盒中拿出一根烟抽了下来 我见老江头 情绪不太稳定 估计一时也难以说清楚 毕竟 死了人压力是很大的 我台湾看了看表 发现已经是凌晨三四点钟了 就说道 江师父 时间不早了 我们先回去 你好好的睡上一觉 说实话呀 这段时间和六师叔一起追赶天药盘 几乎是连轴转的 就没有好好休息过 谁知道 搞了半天才发现天药盘居然是假的 真正的天药盘到底在什么地方是谁在搞假 我现在也是一脑子乱骂 谁知道 刚刚回到药铺 屁股还没有做热呢 江老头这边又出了事情 折腾了半夜 大脑都快不转弯了 无论是大脑还是身体 我现在都需要休息 我对黄毛拾了个眼色 正打算离开 没想到 江老头摸着额头 忽然往后一样 哎哟 我吓了一跳 连忙一把扶住江老头说 怎么了 江师父 你们说要走 不知道咋回事 我这心里面忽然一慌 血压上来了 头晕哪 我去 怎么我们一说走 你血压上来了 于是我就说道 要不我给你家里打个电话 让明明过来照顾你一下 啊 不不不 那可不行 天太晚了 半夜三更的 我不敢麻烦我孙子 他是警察 幸亏他今天不在警察局 否则 我可是给他丢脸了呀 我一看 江老头那样子心想去求 今晚也别想睡觉了 你不敢麻烦你孙子去抓着我们的手不放啊 那怎么办呢 要不我送你去医院 没那么严重 我有酱鸭片 只是 你们一说走 我这心里面就发慌 也不知道 是咋回事啊 江老头说着 从身上掏出一个药瓶子 拿出两粒酱鸭片给吞服了 似乎又没事了 我觉得江老头可能是心里有问题 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 忽然遭遇人民官司 那是天大的事情 江老头上了岁数 扛不住压力 那也是正常的 因为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果 一旦警方把这个案子定性为他杀 江老头无法排除重大的嫌疑 我估计 江老头就是因为这个才在担心吧 江师傅 你不妨把憋在心里面的事情都说出来 那人到底是怎么死的 我外号也懂点法律 可以帮你分析分析到底有没有事情 总比你憋在心里面强啊 小兵啊 原来你懂法呀 那你帮我分析分析 我这次有没有牢狱之灾呀 江老头眼睛一亮 似乎看到救星一样 我点了一支烟打起精神 江师傅 那你把事情说清楚 那人什么来路 怎么死的 要原原本本 一丝不辣的全说出来 我才好帮你分析分析啊 哦 我脑子有点乱 我捋一捋 你放心 我一定能跟你说清楚 江老头说着点了一支烟 深深地吸了两口 然后又若有所思地说 帮我推荐的那人跟我也不熟 只是有过一面之缘 我以为他给我推荐的是一位老手 没想到啊 见了面才发现是个年轻人 大约二十出头的样子 黑瘦黑瘦的 叫啥名字也不知道 那个年轻人话不多 沉默寡言的 见了面也不自我介绍 也不说他的失诚门牌 直接就稳多少钱 我想 池老板给我开价三百万 我总不能给他野豹三百万吧 我得抽点水啊 但是也不能太过分 我这人还是有良心的 心想 若是真能把小区里的鬼魂给摆平 我愿意让他拿个大头 他拿两百万 我呀 拿个一百万就行了 毕竟 这生意还是黄毛介绍的 我的一百万 还得给黄毛 抽一部分的好处费 所以 我觉得我抽一百万 也不算过分 没想到 那小子胃口挺大 他冷冷地说 那么大个小区才给两百万 打发狡猾子呀 我倒是没想到 那小子年龄不大 好像越离不前 原来是个整大签得住 但是 我也不能让他满天要劲啊 于是 就对他说 老板呢 只愿意给这么多 两百万也不算少了 要不 你考虑考虑 不料 那小子说两百五十万 少于这个书 他是不会出售的 我一看 这小子说话挺硬气 也许是有真本事 否则 哪里敢咬这么大的胃口 我只好啊 一咬牙 心里面已经答应他了 但是 面上却说 我得跟老板商量商量 尽量给你争取 然后 装模作样地打了一个电话 就说老板答应了 实际上 只老板答应给三百万 我们还没动手 就要求加钱 那是不现实的 我只能在三百万里 给他两百五十万 等于是我自己给他让利 只能抽水五十万了 我对他说 两百五十万就两百五十万 不过 这个老板经历的骗子太多 他事先先不分红包 事后 依次把抽金复兴 那小子满意地点了点头 说好 当天晚上行动 他说 他保证把那脏东西给捉来 让老板瞧瞧 量那老板也不敢给他赖账 听他这么一说 我更加相信他有两把刷子 如果能把鬼魂抓到老板跟前 老板吓都吓死了 哪里敢赖账呢 到了晚上 我和那小子一起去小区猪鬼 那小子背了一个黄布梯兜 梯兜里装了一把稻草 手里面拿了一个罐头瓶子 装了半瓶清水 瓶口上缠着五色线 我想 他那个罐头瓶是用来捉鬼的 这个很常见 就是不知道 他背着稻草是啥意思 到了小区之后 天色已经黑定了 他把黄布兜子里的稻草 给拿了出来 劈到自己头上 怪模怪样地往小区里走了 听到江老头说到这里 我心中忽然一动 不仅是脱口而出 装神弄鬼 江老头听了一愣啊 哦 你是说 那人是个假货 玩我的 不 那人有些本事 装神弄鬼 是一种法术 本集故事 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江老头一听 一脸好奇地说 装神弄鬼 也是法术 我点了点头 这的确是一种法术 而且还是一种禁术 禁术 把稻草 披到头上 就算是禁术 那要这样的话 农村的小孩子 天天都在玩禁术啊 黄毛是 嬉皮笑脸地说着 江老头 也是一脸不见 是啊 把稻草 披到头上 算哪门子禁术啊 不是把稻草 披到头上那么简单 这还要念舟的 稻草被称为 无骨之神 有辟邪的作用 把稻草 披在头上 念了秘咒之后 就可以伪装成山神土地 鬼魂见了 还以为是见到真神 一般都会跪下下拜 我解释说道 哦 原来还有这种法术 怪不得 叫做装神弄鬼 这可真是开了眼了呀 江老头听了 大卫的好奇啊 我顶点头说 这个呀 我也是听师父说的 有些术师 专门靠这个法术 捉鬼驱邪 把刀子劈在头上 盖住自己身上的 反俗之气 冒充山神土地 主要是 用来对付恶鬼 因为 再怎么凶悍的恶鬼 见了山神土地 那也得下跪 一旦这些恶鬼 跪下朝拜 就毫不费力地 把他们一把抓住了 原来是 原来是这么回事 怪不得 那小子 头上一披上 一头稻草 就扭气哄哄的样子 江老头说到这里 忽然停下了话头说 不对呀 那小子 既然假扮成了 山神土地 应该很容易 就抓到鬼魂呢 为何 连小命都丢了 我也觉得 有些奇怪 因为 这种冒充神灵的禁术 那可不是随便来用的 一旦法术失败 后果十分严重 因为 冒充神灵 本身就有罪的 法术失败之后 曾经习练的任何法术 都会在短期内失效 秋天天不应 较地地不灵 只有死路一条了 这小子 是什么来头 怎么一上来 就使用禁术 想到这里 我忍不住问他 你看到他 到底是怎么用的禁术 江老头 仔细地回 这小子 也不太爱说话 我和他一起 到小区捉鬼 一路上 他都闷声不吭 连个屁都不放 进了小区之后 他把刀草 从黄布兜子里拿出来 往自己头上一劈 然后 才对我说 让我在那等他 没有他的招呼 不让我进去 那小子 与其又冷又硬 我也不便说什么 他 不让我跟着 我还挺高兴的 我估计 他是担心 我偷学了他的法术 实际上 我也不想进去 因为那小区里面 黑漆漆的 没有一个人影 晚上 也没有路灯 隐僧僧 还管下人的 那小子 头上 披着一头稻草 进去抓鬼 虽然我感到 很是好奇啊 但是 毕竟已经上了年纪 腿脚 也没那么勤快了 他不让我跟着 我也懒得跟着 于是 就在靠近小区门口的地方 边抽烟边等他 谁知道啊 我这一等 就是好几个小时 一包烟都快抽完了 也没有任何动静 我这就 有点沉不住气了 想进去看看 到底怎么回事 可是 又担心那小子 正在里面抓鬼呢 哎 茅然进去 又怕对他不利 所以 我还是没有进去 又点了一根烟 抽了起来 谁知道 那支烟 还没抽到一半 我就听到小区里面 传来一声惨叫 我吓了一跳啊 也顾巴得那么多了 就连忙 把手里面的烟 皮股一扔 就冲了进去 我也顾不得害怕 声音 从小区里面 那一栋房子里面 传出来 我一阵风 就跑到小区里 大概 在第八单元 前面的地上 看到有一个黑影 那黑影 好像是趴在地上 但是样子 很是奇怪 两腿 劈开 形成一字马 上半身 就趴在地上 我连忙 用手电一照啊 发现 这人头上 还有一些 凌乱的稻草 旁边 有打碎的玻璃渣子 我用手电 一照这人的脸 顿时大吹一惊 正是进去捉鬼的那小子 因为 他瞪着一双死鱼一般的眼睛 脑袋下面还有一滩血迹 两条腿 虽然劈成了一字马 但是 却发生了奇怪的扭曲 好像 骨头都断了 看起来很是古怪 怎么抓鬼 抓成了这个样子 我试了一下他的鼻息 发现人已经没气了 当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稀里糊涂的就打了保警电话 报了警之后 我才觉得有点害怕 因为 现场没有其他人 连个证明清白的人都没有 出了人命案子 我说不清啊 当时 我脑子很乱 尽管我知道你不在家 还是试着给你打了电话 果然电话没打通 我又打给黄毛 才知道你已经回来了 后面 你都知道了 基本情况 就是这样 听了江老头 把整个事情详细地说了一次 我觉得那人死得太贵了 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小兵啊 你说我这次会不会有麻烦呢 说实话 我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 你说那小子怎么就会死了呢 江老头 嫌我皱眉不语 又紧张了起来 我连忙安慰 那人死得蹊跷 不过你放心 尽管 你没办法证明你的清白 但是 也没有证据 证明你有罪案 根据 现在一犯从无这条法规 就可以保你 百无禁忌 一犯从无 能保我 百无禁忌 江老头不懂法律 听的是云山雾绕的 为了让江老头放心 我只好耐心解释 一犯从无的意思就是 人人都怀疑你有罪 但是 找不出任何证据 证明你有犯罪的情况之下 法院会判你无罪 所以 你把心放到肚子里 不会有事 怎么说 我真的没事了 江老头一听 顿时如实中负我 我笑着说道 不过 在没有结案之前 警察还会找你 调查问题 麻烦还是有的 不过 最终都会逢凶化吉 可是 再怎么调查 我也说不清楚啊 怎么说 我的危险器 还是没有解除啊 我得 占卜其胸 江老头说着 就要补挂 我怕这老头 折腾个没完 因为 补挂这东西 和个人的心情 意念 都有关系 并不是 百分百的准确 万一江老头 占了一个不好的挂箱 我们都别想睡觉了 说实话 我现在已经 困得不幸了 于是 我连忙拉住 江老头的手说 那啥 江师傅 这时候 千万不要问卦 问卦 有损你现在的运势 有时候 本来没事 问卦 反倒会问出事情 哦 主要是那小子 来路不明啊 现在 又稀里糊涂的死了 警察要查他的身份 来路 我怎么说呀 听江老头一说 我也觉得 那人来路有问题 年纪轻轻 就懂得使用技术 这人 到底 是什么人呢 本集故事 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 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 为您播讲 我仔细想了想说 这人年纪不大 使用技术 说明 他年幼无知 不知道 技术有多厉害 不透露自己的身份 显然是 被师而为 张口就要250万 说明 他利语寻心 不顾后果 这样的话 他也算不上 什么人物 最多是 学了一点皮毛 就脱离山门的 悬门弟子 你不用担心 警察如果问起 这件事情的话 你就实话实说 这种人 死了也就是死了 不会有什么 大的问题 睁了头 眨眨眼睛 难道 是这小子 冒用禁术 犯了火羊 我微微一笑 我听师父说 装神弄鬼 这个禁术 不是随便玩的 导航前的人 如果玩装神弄鬼 会非常危险 头上 披上稻草之后 只能蹲在那里 不能动 一动 就会被小鬼 识破 这小子 以为车把 稻草放在头上 就能装扮 山神大爷 一进小区 就把稻草 顶在头上 肯定是犯了禁忌 导致法术失败 被恶鬼报复 江老头 点了点头说 你说的 有道理 可是 这话 我没法 在警察面前说呀 实话实说 就涉嫌 搞封建迷信 又多出一条罪名 进退两难呢 你说 我可咋整啊 我见江老头 情绪已经稳定下来 就笑着说道 江师父 这个时候 就不要顾忌颜面了 为了洗脱嫌疑 你就实话实说 就算是搞封建迷信活动 也没多大问题 现在 刑事案子那么多 谁还管你 抓鬼驱邪 最多 口头叫喻一番 也就没事了 连处罚都不会处罚你 你就安安心心地睡觉 我可要睡了 说完 我打了个哈欠 已经撑不住了 江老头 有些故意不去地说 不好意思啊 耽误你们 大半夜的时间 我看了看表 心想 岂止是大半夜 这天都快亮了 我冲枪了头 挥了挥手 打着哈欠 和黄毛 回到药店 睡觉去了 经过几天的休养 生息 我又恢复了 正常的状态 每次回到药店 我都觉得 是一种回归 药店的生活 让我感到 很是幸福 虽然赚不了多少钱 但是很是安逸 听老爹 虚道两句 和黄毛吹吹牛 这就是一个 普通人的生活 不用考虑 那么多复杂的问题 有时候 我很羡慕普通人 出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 酱醋茶 除此之外 再无大事 这是多么简约的生活 越是简单的生活 越是轻松愉悦 就越容易得到快乐 可是 普通人却不这么想 他们千方百计的 要脱离普通人的群体 应是把自己 累得疲惫不堪 伤痕累累 也是在所不惜 最终 背上沉重的包袱 活得越来越复杂 到最后 甚至连自己是谁 都不知道了 没事的时候 我会逗一逗老黄 晚上我会带着他 到外面草地 撒撒花 这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 严重的问题 老黄的腿脚 有些不灵便了 没有原先 那么利索了 第二天 我把老黄送到 宠物医院 我怀疑他 有了什么毛病 那一位 带着厚厚净品的兽医 居然没有发现 老黄是狐狸 当时 检验出了 老黄的毛病 你这只狗 太老了 它现在 严重缺钙 你要给它补钙才行啊 严重缺钙 我听了 心中已经 老黄成了一只 普通的狐狸 已经进入了 生老病死的 自然状态 作为狐信的特权 已经完全被剥夺了 它已经 开始衰老了 老黄似乎 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它看着我 非常无奈的 呜呜两声 显得非常可怜 我心中 一阵的难过 对那一位兽医说 我会为它补钙的 给我拿 最好的钙片 我买了很多 动物吃的钙片 带回药店 开始 给老黄补钙 它现在 已经是一只 衰老的高龄狐狸 必须要为它 补充钙片 那才可以 没事的时候 我就躺在 躺椅上 轻易地喝茶 老黄就会 安静地 躺在我的身边 像一只狗一样 把脖子贴在地上 场面看起来 很失文心 老黄的眼里 流露出了 忧郁和留恋的目光 那是 对生命 逐渐失去的无奈 我知道 老黄已经 活不了多久了 可是 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它现在 是普通的狐狸 自然要进入 生老病死的 自然规则 我现在能做的 就是尽可能地 多陪陪它 让它 度过一个 快乐无忧的 老年时光 大约过来 有一个星期左右 江老头 笑眯眯地 走了过来 满脸喜色地说 小兵 还是你这一挂 算得准啊 看江老头那样子 就好像捡了金元宝一样 我笑嘻嘻地说 怎么 没事了 没事了 警方怀疑 那小子 是自己从楼上 跳下来睡死的 因为没有证据证明 他是被人谋杀 所以 只能定义为自杀 这下子 我头上的紧箍咒 终于是取下了 不过 前两天 可不轻松啊 天天被叫到橘子里面盘问 可是 结局和你预料的一模一样 我现在 哎 没事了 江老头 十分得意地说道 江老头正在说话 身上的手机 忽然响了起来 他接了电话 忽然变得一两尴尬 哦 吃老板呢 这个 不好意思啊 那事我没给你办好 什么 你现在要过来 哦 好好好 江老头 用手指了只手机说 是吃吼得 他马上要过来 我看着江老头一眼说 你狐狸没大找 惹了一身骚 还要和他打交道呀 江老头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我是不打算 再和他打交道了 可是他是来找你的 找我 找我干什么 我又不认识他 我愣了一下 嘿 他可能是听到你的名声了 肯定是来找你取鞋的呀 黄帽一听 顿时兴奋了 哥 这就叫运气来了 挡都挡不住啊 这本来就是你的生意 转了一圈 还要回到你的身上呀 我们正在说话 忽然听到 外面传了几声 汽车喇叭的声音 药店门口 听了一辆兵力豪车 车门一开 出来一个 肥头大耳的中年男人 江老头 连忙小声说道 这人 就是吃吼得 说完之后 双手抱拳 一脸笑意地说 哈哈 迟老板来了 欢迎欢迎啊 那位迟胖子 一点也不客气 一下车 就嚷嚷着说 江先生 那位高人 在哪里啊 江老头连忙 指着我说 这位小老弟 就是高人啊 那位迟胖子一听 连忙把手 向我伸了过来 哈哈 没想到 高人居然 怎么年轻 幸会幸会 我姓迟 明厚德 希望你 多多关照 我抬头一看 发现此人 黑胖的脸上 居然带着 一脸的杀气 本集故事 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 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浅水鱼 由穆斯维 为您播讲 我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发现此人 面带不仁之相 因为 看我们这一行的 都有个职业习惯 见到陌生人的第一眼 总是习惯性的 要打量一下 对方的面相 不过 话说回来 现在这世道 面带不仁之相的人挺多 因为 立之所向 趋之若鹜 面带不仁之相的人多了 也就 不足为奇了 说实话 我并不讨厌有钱人 如果 要挣钱的话 这些富人 都是我的宋财童子 但是 绝对不能自讲身段 跟他们称兄道弟 要保持一定的高度 还有距离 让他们 对我是充满敬畏 那才可以 我矜持地 把手伸过去 和池厚德象征性地握了一下 微微一笑说 池老板的名字 叫得好啊 吉利 厚德在乌吗 我的名字 叫得好吗 哼 这都是当年 教书先生的爹 给我取的名字 我还以为 给我取坏了 你说叫什么不好 偏偏 给我叫个德后 这社会 都是争先恐后吗 我本来就姓池 干什么 都慢慢拍 叫了池德后 我什么都赶不上烫 到了中年以后 才发家呀 池德后 嬉笑着 把德后 和德后 混为一谈 我就知道 此人比较没心 在这种人身上 要赚钱 是比较容易的 我不想 把这种人 往我的药坡里面里 对姜老头 使得个眼色 姜老头 黑黑一笑 池老板 小老弟 来来来 到我屋子里谈 我的铺子里面 现在没人 吴正打算 和姜老头 还有池老板 到姜老头 铺子里去 黄毛和鬼一样 附在我的耳边 小声说道 哥 机会来了 要把我好啊 说着 在手上 做了一个 点钞票的手势 去你的 回铺子里面 做生意去 我见这小子 一副 见钱眼开的样子 就踢了他一脚 到了姜老头的铺子 姜老头 给我抛上西湖龙井 吃得后 坐下之后 喝了一口茶 皱着眉头说 张先生 你上次 从哪里找的那小子 太不靠谱了 不行就别逞能啊 结果 连自己都大了进去 这不是 给我惹事吗 姜老头 一脸尴尬地说 哦 是老板的 你不知道 那小子 也算是有些本事 只是 姜老头说到这里 欲言又止 吃得后 瞪着眼睛说 只是什么 只是 这道高一池 魔高一丈啊 吃得后一听 顿时一愣 随即 明白了姜老头的意思 那 还不是道行不行吗 姜老头说 哼 你怎么说 也对 不过 你小区里的东西 一般人 是拿不下的 吃得后 沉默了一下 转过脸来 对着我说 小老弟啊 这事 想必江先生 已经和你说了 我本来 是想找你家的 可是你不在家呀 我听后 点了点头 你这个小区 不是才开发出来吗 里面没住人 怎么会闹鬼呢 我也不晓得 是咋回事啊 这个小区 开发出来 一直不顺利 管事不断 到现在 也卖不出去 嗨 倒霉呀 吃得后 是大道苦水 我若有所思的 点了点头说 这事 你找人 看过不少吧 实不相瞒呢 我的确找过 不少高人 你说 这么大一个小区 卖不出去 我不着急 上火吗 他们看了以后 是怎么说呀 嗨 他们还能说什么 有的看了 一言不发就走了 连个招呼都不大 有的 一脸尴尬的 让我另进高明啊 我听了之后 沉默不语 因为我也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 吃得后见我 沉默不语 两盟队身边的司机 使了个眼色 司机利索的 把一个小提包打开 取出了两个 红绸布包裹的东西 404正的 一个小房块 跟个砖头差不多 我一看就明白了 红绸布里面包的是现金 还是两个特大红包 迟得后 把那两个大红包 恭恭敬敬地递给我说 小老弟 除此见面 不成敬意 这是一个小小的见面礼 还望老弟 不要嫌弃啊 迟得后 本是人精 属于是 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 就连姜老头 都没给过红包 只是承诺事后 一并给仇精 没想到 见到了我 倒是先给我 封了两个大红包 说老板 你太客气了 这 不太合适吧 我顺手推了一下红包 一副 见惯不惊的样子 当然了 这只是一个姿态 无证考虑 要不要接这笔钱 接着擦擦红包 就意味着 接下了这一单生意 这段时间 正好无事可做 天耀盘的信息 忽然中断 我等于是被六十叔放了架了 倒是正好可以去赚上一笔钱 我并没有清高到 是金钱如粪土的地步 但是也不能像黄毛一样 见钱眼开 吃相难看 赚钱也要懂艺术 钱是要收的 但是一定要收的有水平 小老弟 我知道你看不上这点钱 这只是一个见面离 还望小老弟赏我一个薄面呢 迟得后 连忙把手中的红包又推了过来 我微微一笑说 你知道 干我们这一行的 可没有乱收钱的习惯 迟得后一听 慌忙说道 您是高人 我仰慕已久 只是 想交您这个朋友 这只是见面离 没有其他意思 你要不收 我这脸面可掉地下了 迟得后不是傻瓜 他知道 搞悬术的人 也是有层次的 像我这个层次 没办事之前 先分红包 没有几十万的红包 那是不行的 这是行内的规矩 如果对方不接红包 就意味着 对方回绝了 甚至连面都不想见 更不会处理办事 只有接了红包 才算是答应了施主 当然 红包是不能算报酬的 事后还得给酬金 所以 迟得后见我不收红包 就紧张了 差点要给我跪下 不收红包的人 是很少的 要么嫌钱少 要么有其他原因 这就是真正的回绝了 我坚持得后 有些可怜 目测了一下 一个红包至少有二十万 两个红包 就是四十万 也不算少了 于是 见好就收 你这是 让我有些为难呢 不收吧 上了你的面子 收吧 又坏了我的规矩 嗨 那 我就收下 我很随意的 接过了两个大红包来 嘿 这话说出来 连我自己 都觉得有些无耻啊 不过 在我们这一行 那必须得这样 不会在富人面前装逼 那就得背着富人彩啊 吃得后 见我收了红包 顿时如是重负 因为 我收了他的钱 就得替他办事 后面的事情 那就不言而喻了 小老弟 您是高人 我得请教您一下 我新开发的这个天城小区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怎么会出现这种鬼事呢 时间久了 我怕恶民在外呀 大家一听 是座鬼城 谁还敢去买房子呀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这是行业规矩 既然收了 持得后的钱 那就得 要为他办事了 我点点头数 好 等会儿 你带我过去 看一下 本集故事 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 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浅水鱼 由穆斯维 为您播讲 持后的一听 高兴的收到 小老弟啊 咱们先去吃饭 吃完饭 我带你过去 那啥 江先生 你也预期 持后的请我吃饭 自然是表示 对我的尊重 稍带着 把江老头也叫去 我台湾看了一下手表 现在已经到了饭店了 于是 也毫不客气地 和江老头一起 应邀福宴了 持后的 把我们请到一家 高党的餐厅 找了一个包间 山珍海味地 叫了一桌子 为了查清 这小区到底 是什么原因 闹鬼 我一边吃饭 一边和持后的聊天 我听说 你那个小区 卖房的时候 买房者 看了房子之后 就再也不来了 有这么回事吗 持后的点点头 压低声音说 有这么回事啊 这也是我感到 邪气的地方 你说 就算小区里面闹鬼 不干净 买房的外人 哪里知道 为啥 他们看了图纸 户型 各方面都很满意 可是 销售人员 领着他们 到实地 一看房子 就拍屁股走人了 你说 这 这邪气不邪气啊 这也是我 感到不解的地方 原以为 江老头说的不靠谱 没想到 还真有这么回事 这些人 领走的时候 没说什么吗 我感到 十分好奇啊 持后的 想了想说 这个事情 我也专门问过 销售人员 销售人员 说他们 领着购房客户 到实地 一看户型结构 也很满意 可是 那些客户 在房子里面 转了一圈之后 就忽然变了脸色 再也不谈 买房子的事情了 一句话也不说 低着头 就离开了 有的客户 还撂下一句话 说什么 现在有事 以后再说 有的客户 直接一句话都不说 直接就走人了 因为这个事情 销售小姐 还打电话 回访过这些客户 谁知道 他们一听 是天城小区的房子 都没了狗房意向 到现在 我也搞不明白 这些人 到底是怎么知道 这小区有问题的呀 池厚德 越说 我也觉得奇怪 不由他问道 那么 那些人看房子 难道都是这样 池厚德点点头说 达同小医 基本 都是这个情况 那些客户 刚进房子的时候 还挺满意 可是 转了一圈 马上就变卦了 这 真 他娘的悔急 我面词凝重的 点了点头 沉厌了一下说 看来 你这个小区的问题 那不小啊 之后他一听 顿时害怕了 小老弟 你可得帮帮忙啊 这小区的房子 再卖不掉 我可就要破产了 酬金 你尽管说 钱 根本不是问题 我笑着 没有吭声 江老头说 赤老板呢 这位小老弟 那可不是一般人 他不轻易出手 一出手 问题立马解决 当然了 酬金嘛 自然也不能 和一般人相比啊 池厚德 连连点头说 这个我晓得 小老弟是高人 当然不能 是一般人的代言 我不是吓唬你 你这个小区 问题很多 不过 我会尽力帮你 钱的事情 我就不谈了 多少随意 你给江师父就行 平时 这些个事情 也都是江师父 帮我打理的 我轻描淡写地说道 因为 我在池得后眼中 是高人 是大师 大师怎么能够 谈交易呢 要多少钱 合适 要多了 人家觉得 我吃相难看 要少了 又不够大事的分量 所以 这种庸俗的事情 还是交给江老头好了 多谢小老弟 有你这句话呀 我就放心了 池厚德 用餐巾纸 擦了擦额头说 吃过饭之后 已经到了下午 三四点钟了 我决定 实地考察一下 于是 池厚德让司机 开车把我们 送到了天城小区 到了天城小区 我才发现 白天看到 和晚上看到的 不太一样 白天看着 还是不错的 毕竟 是新建不到一年的小区 一栋栋楼房 崭新崭新的 不知道的 都觉得 这是一个不错的小区呢 由于连续出事 池厚德 已经让销售部 暂停销售 不再领客户 过来看房了 因为 看了也是白看的 根本没有成交率 不如 把问题解决了以后 那再说吧 所以 就让在小区门口上贴了 内部施工 禁止入内的字 门口 有两个保安守着 可能是因为 小区出了 人命案子之后 池厚德 在小区门口 布置了保安 让外人看到 小区是一切正常的样子 保安 见他们老总来了 急忙直起身子 敬礼 池总好 池厚德 不耐烦地说道 行了 行了 把门打开 这两个保安 大白天 都锁着小区的门 躲在门口的 值班室里面睡觉 平时 从来不进小区 但是 见老总来了 急忙把大门给打开 我将这么大个小区 居然用铁闸门锁着 未明显得 太小气了一点 之后的 大概猜出了我的心思 连忙解释 我本来 打算安装 电子伸缩门的 但是 小区里面 连续出事情 我只好 让他们先用铁闸门 把小区给锁起来 以免 闲杂人等 进出 惹出是非 等问题解决了 再换成神俗门 我点点头 跟着持后德 走了进去 进入小区之后 立刻觉得 有些不对 但是 又说不出 又有什么原因 只是觉得 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苍凉感 一个新开发的小区 倒像是一个 露莫千年的古宅 这片区域 开发之前 有老建筑吗 没有啊 哪里有什么老建筑 原先是城中村的 拆迁以后 才刚刚开发 持得后 一头雾水地说道 奇怪啊 那怎么会有 这种古怪的感觉呢 我并没有 搭理持得后 静止向小区里面 走了过去 走了几步之后 我忽然闻到 一股怨气 顿时 就发觉 有些奇怪了 新开发的小区 没有住过人 这股怨气 是从何而来的 我在小区里 转了几圈 始终感觉 有一股怨气 在小区中 经久不散 但是 又无法确定 具体的方向 石老板 麻烦 你把钥匙拿来 随便打开 两个单元的房子 我进去看看 我对跟在身后的 迟后德说道 迟后德一听 联盟吆喝 跟在身边的保安 随便拿两个 单元的钥匙过来 不但一会儿 保安就把钥匙 给拿了过来 迟后德说 小老弟啊 打开哪间房子呀 我仰头看了一下 周围的楼房说 八单元 五楼吧 保安一听 吓得脸上 变了颜色呀 上次死的那个人 就是从八单元 那栋楼上 摔下来的呀 闭嘴 让你打开就打开 哪那么多废话 保安听了 迟后德的话 不敢吭声 硬着头皮 领着我们进了 八单元五楼 嘟嘟缩缩的 打开了房门 房门一打开 吴立刻觉得 一股阴风吹了过来 并且带着 一股浓郁的怨气 保安吓得 猛然往后一退 哆嗦地说 哎哟我的妈呀 这房子 怎么有风啊 我抬头一看 门口站着 一个老太太 正一脸阴冷 充满了敌意的 看着我们 本集故事 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 为您播讲 保安猛然地向后一退 没想到 一脚踩在 赤厚德脚上 顿时 把赤厚德 增亮的皮鞋上 踩出了一个大脚印子 赤厚德 顿时火冒三丈 一耳瓜子 扇在保安头上 疯你娘的脚 没见过疯吗 一点疯 把你吓成这个熊样 赤总 你想想 里面窗户都是关着的 哪来的疯啊 保安顿时 一脸惊恐地说道 赤厚德 一听 夜市愣了 直愣愣地 看着门口 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的确 没人住的房子 窗户应该都是关的 怎么门一打开 就冒出一股子冷风呢 因为赤厚德他们 并没有打开天眼 看不到 门口站着一个 面色阴沉的老太太 否则 非得把他们吓死不可 这老太太 大概有个六七十岁 穿着一件 很是宽松的上衣 花里胡哨的 无意说不上来 是什么款式 松松垮垮 总之 是上了年纪的老太太们 穿的那种衣服 但是 她的脸上灰白 没有一丝血色 目光是阴沉沉的 在她身边 还有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 同样是脸色苍白 怯生生地揪住老太太的衣角 瞪着两只大大的眼睛 惊恐地看着我们 似乎是被吓着了一样 我忽然想起 江老头说他 第一次进这个小区的时候 听到小孩子的说话声 是小孩子在喊他奶奶 难道 正是这祖孙二人吗 想到这里 我吓了一跳 浑身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奇怪啊 这风是哪儿来的 他娘的 是不是 没关窗户呀 石后德愣了一下 就麻麻烈烈地 要往里面冲 我连忙 一巴把他拦住 算了 不用看了 我们到其他房间 再去瞧瞧 我随手 带上了房门 因为 我看到老太太 带着乌尽的怨气 看起来 很是可怕 一旦动起手来 肯定会吓着石后德他们 所以 我打算 先避开他们 到其他房间 再去看看 啥 不看了 石后德还以为 是听错了 一脸不解地 看着我说道 我点了点头 嗯 先去其他房间 再看看 说完 我转身 向六楼走去 其他人 面面相触 都感到 是莫名其妙 但是 又不敢吭声 只好 跟着我 来到了六楼 这是一堤三户的 童子楼 到了六楼之后 我犹豫了一下 随便 指了一个房门 说 打开 保安一听 莲莫拿出一串钥匙 哗哗啦啦 拔了了一阵 很快就找到了 这个房门的钥匙 因为 这些钥匙上面编的 都有号码 对号入所 并不困难 保安打开 房门之后 顿时感到 阴风悚然 但是 这次保安 没敢后退 正打算进门 却被我一把 给拉了回来 并且 随手关上了房门 保安 稀里糊涂的 看着我 不知道 是什么意思 其实 他哪里知道 门口依然 站着个老太太 这次老太太 几乎是怒目而失了 保安如果 进门的话 非得和她 撞个正招不可 我微微一笑说 算了 我们走 不用看了 说完 我转身就走 以击快的速度 下了楼来 顿时 把持后的他们几个 搞得是惊慌失措 他们也觉得 我有些反常 但是 又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 就一路上 跌跌撞撞的 跟在我屁股后门 下了楼来 到了院子之后 这才松了一口气啊 小老弟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要看房子吗 怎么都不进门呢 持后德 一头雾水的看着我 其他人 都迷惑不解的看着我 显然他们都觉得 我的行为 有些怪异 是不是 那些房子有问题啊 江老头 意识到有些不对 我点点头说 是啊 那些房子不用看 都有问题 啊 都有问题 那 我们下一步 该咋办呢 持后德一听 顿时吃了一惊啊 我想了想说 到对面 那栋楼看看 有钥匙吗 因为我觉得 有些奇怪啊 为什么 在两个楼层 打开门都看到一个 目光阴沉的老太太呢 转而一想 也许老太太 在一栋楼房里 有串门的习惯 所以 我决定 换一栋楼房 再试试 对面那是 十五号楼 有钥匙 我们去几层啊 我随口说道 那 去三层吧 反正 去几层都无所谓 我就是 想验证一下 还能不能看到 那个老太太 当然了 其他人 不知道我的意图 自然觉得 我的行为 有些怪异 但是 他们都很听话 对我的话 是无条件的服从 走走走 到十五号楼 池厚德 对保安 嚷嚷 于是 我们又带着 保安 向十五号楼 走去了 我之所以 选择十五号楼 是有原因的 如果 在乡下山里面 住过的人 都知道 大山里面 有阳坡和阴坡之分 这个主要是 以太阳照射的方向 来区分的 阳坡日照时间长 自然是阳气充足 阴坡日照 时间较短 阴气更重 楼房也是一样 因为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 五号楼房 属于阳面 他正对着 八号楼 就属于是阴命 相对而言 八号楼 阴气会比较重 十五号楼 太阳照射时间长 应该是阳气充足 我想 老太太 不会再出现在 十五楼吧 我们很快 就进了 十五号楼房 到了第三层 同样是 一体三户的 互形结构 所以 我们对面 有三个房门 开哪个门呢 保安有些忐忑的 看着我 他做不了处 这里的一切 以我为中心 就开 中间那个门吧 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 也许是 保安经历了 前两次 莫名其妙的事情 过于紧张 干着急 却是打不开门 折腾了好一阵 才打开了中间 那个门 没有阴风 似乎 一切正常 但是大家 面面相去 反而是 不敢进去了 进去看看 我领头 走了进去 进门就是 一个大客厅 房子做过 简单的装修 地上铺有地砖 整起来说 还算是干净 这房子不错 什么户型啊 我随口问道 池厚德 向四周扫看了一眼 思索说道 这个 应该是 三十两厅一味的户型 我顶顶头 像个购房客一样 仔细地看过三个卧室 两个客厅 并没有看到 有什么异常 正打算离开的时候 忽然觉得 有些尿急 这里卫生间 可以用吗 可以用 上下水 都是正常的 卫生间 还有简单装修 可能是 中午啤酒喝多了 我三步并坐两步 向卫生间赶去 进了卫生间 我也没看 先稀里糊涂地 撒了一泡尿 尿完之后 我忽然感到 脊背一凉 顿时觉得 有些不对 抬头一看 我吓了一跳 因为前面的镜子里面 出现了一个老太太 正阴沉沉地 盯着我呢 随即 脑后传来了一个 阴瑟瑟的声音 快滚吧 这里 不是你待的地方 本集故事 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 为您播讲 我下了一个街 仔细一看 镜子里面出现的 那个老太太 正是我在八号楼 看到的那一个老太太 这是我的房子 不许你们住 快滚 滚得远远的 谁也不许住 镜子里的老太太 忽然变得面目猙獰 她的眼窝青死 门牙也缺了一个 嘴巴里面滴着血 脸上出现了 一块一块的血斑 咆哮着向我怒吼 顿时 把我吓得 汗毛都扎了起来 我急忙转身一看 发现 一个老太太的身影 在我背后一闪而过 瞬间 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揉了揉眼睛 环顾四周 卫生间里面 干干净净 哪里还有 老太太的影子呢 难道是幻觉 不 这绝对不是幻觉 我很快又否定了自己 因为 我刚才面对镜子的时候 耳朵里面清清楚楚的 听到那老太太的呵斥 可能是 这栋房子的洋气太盛的原因 鬼魂只能是 藏在卫生间里 因为 卫生间是最脏的地方 在风水上来讲 是乌鬼和病危 所以 卫生间的邪气 往往很重 如果家中 藏有鬼祟 卫生间 就是他们 首当其冲的 长山之地 这就是 卫生间的门 不能和卧室的门 形成对冲的原因 想到刚才的情景 我脑门子上 起了一层的冷汗 脑海里 又浮现出了 那一位老太太 恶声恶气的形象 我觉得 有些奇怪 为什么 每一间房间里 都会出现一个老太太 是否 每一个看房的客户 都受到了 她的威胁 想到这里 我心中忽然一动 在这一瞬间 我明白了 吃得后的房子 卖不出去的原因 因为 这老太太 在驱赶客人 她对我 跑小的话 同样也会出现在 那些买房客的耳朵 虽然其他人看不见她 但是 买房的客户 一定能看到 这就是 客户忽然变得 匆匆离去的原因了 想到这里 我心中有数 拧开水龙头 洗了一把脸 精神已经恢复了正常 然后 镇定自若地 离开了卫生间里 吃得后 还有江老头他们 还在客厅里面等着我 从他们 还算平静的表情 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并不知道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 走吧 我淡淡地 对持后德他们说道 说完 转身向楼下走去 脑子里面 却在不停地思考 这个老太太 是什么来头 为什么 会出现在每一个房间呢 奇怪的是 她为什么 说这房子 都是她的房子 她怎么会 这么霸道呢 这中间 一定有什么问题 下楼之后 持后德看着我说 小老弟啊 还有哪里需要看的呀 我都领你转转 不用看了 我摇了摇头 因为我已经知道 再看下去 还会出现同样的情景 说到这里 我忽然转头 看了持得后一眼 持老板 你和什么人 结过院吗 持得后一愣 连连地摇头笑说 没有啊 我怎么会和什么人结怨呢 虽然持得后的回答 很是干脆 但是却给我一种 不踏实的感觉 我看了她一眼说 晚上 你跟我们一起 再来一趟 啊 晚上再来 是不是猪鬼啊 持得后 吓了一跳 我点点头说 是啊 哎呀 那我还是不来了吧 持后得 虽然是笑着说的 但是却露出了惊恐之色 我看着持得后说 你不来可不行 有人和你争房产 你必须来 啥 有人和我争夺房产 是哪个贵儿子呀 持得后 虽然感到莫名其妙 但是火气却是很大呀 是鬼 持得后一听 顿时愣住了 随即又笑着说 小老弟呀 你可真会跟我开玩笑 那东西 怎么能和我争房产呢 我一脸认真的 看着持得后说 哼 我可不是和你开玩笑 刚才 在八号楼 我之所以没让你们进去 就是因为 有鬼魂堵在门口 啊 持得后啊了一声 顿时 脸色苍白 过了好一会儿才说 不是吧 还有这种事情 我点了点头说 是啊 只是 你们看不见而已 即便是在十五号楼 也同样有鬼 因为 我在卫生间里面 看到了鬼碎 并且 受到他的驱赶 还有危险 你知道 你的房子 为什么卖不出去吗 就是因为 他在驱赶客人 他说 这房子是他的 不允许任何人 过来居住 啊 怪不得那些买房的人 一去不复返了 原来 他们见到了鬼呀 持得后听我这么一说 顿时吓得 面无人色 我看了持得后 一眼说 你不用害怕 晚上 我会在小区里面 摆上阵法 他奈何不了你 到时候 我会用阵法 把他困住 问问他 为什么要霸占 你的房产 是啊 这鬼玩意儿 怎么会霸占 我的房产呢 持得后 一脸不解 俗话说 冤有头 债有主 你开发这片 房地产的时候 是不是破坏了 下面的古墨英宅啊 持得后 连连摇头说 没有没有 这个绝对没有 这里 原先是城中村的 怎么会有坟墓呢 我想了想说 那就怪了 等晚上 把他抓住再说吧 持得后 一脸忌惮地说 小老弟啊 晚上 我不来行不行啊 我给你 多叫几个保安 打下手 这桩鬼事 牵扯到 你的阴阳官司 你不来可不行 就好像 法院审案一样 当事人不到场 叫一群 和案件无关的人员来 有什么用啊 你不到现场 这桩阴阳官司 就断不了 冤魂就送不走 这叫鬼碾人 你知道吗 俗话说 宁可鬼把门 不可鬼碾人 这里面的鬼碎不除 你的房子 永远卖不了 持得后听我这么一说 咬了咬牙 硬着头皮说 好 反正有小老弟在 我就不怕了 你看看 我得准备什么呀 你这小区 有几个大门呢 为了出行方便 小区设计的是 南北两道大门 不过 现在小区 没有正式运营 有一道大门 是封死的 封死也没用 有几道大门 你就准备几个泰山石 天黑之前 把他抬到大门口 挡住正门 这个好办 我马上 就让他们去准备 你看 还需要什么东西啊 还得准备一根 足够长的铜线 记住 中间不能打结 绕着小区一周的长度 因为 我已经感觉到 那老太太不好对付 她身上 怨气很重 已经成了厉鬼 上次那个 使用禁术的小子 很可能死在她的手里 所以 我不得不 小心谨慎的 本集故事 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 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 为您播讲 吃过晚饭之后 天色已经黑了下来 我查了一下表 晚上九点以后 正是虚实 在自食以前 是和鬼魂交流的 最佳时段 也就是说 一般做法抓鬼 都在这个时段 吃完晚饭之后 我又喝了一杯清茶 为的是 醒神见脑 把自己大脑 调整到一个 最为清醒的状态 因为做法抓鬼 最忌讳的就是 昏头昏倒 喝过茶之后 迟后得让司机 把我们又送到 天城小区 我一看 天城小区门口 多了十几个保安 听说今晚要抓鬼 这些保安们 都很是兴奋 有的正在 有声有色的讨论 我微微地皱了一下眉头 对迟得后说 这都是你安排的 是啊 多几个人 壮壮胆气啊 迟得后说道 这是捉鬼 不是打猎 并不是 人越多越好 本想 让迟得后 把这些保安给打发了 但是转而一想 迟得后 这家伙太胆小 如果人太少 他恐怕没有那个胆气 和我们去捉鬼 那些保安 虽然看起来很是兴奋 但是都围在小区门口 没有一个人 敢进入小区一步的 小老弟啊 这些保安 你看怎么安排 我都交给你使唤呢 这些保安 若是让他们去打架 或许有点用 让他们抓鬼 那是屁用没有 只不过迟得后 为了壮胆 才把他们叫了过来 这些人 我用不上 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冷冷地 看了一眼迟得后说 迟得后说 那 把他们带上吧 外号 抽个数啊 然后 对那些保安说 你们跟在我的后面 长点眼色 有这位大狮仔 不用怕 这群保安一听 又兴奋 又是紧张 跟在我们屁股后门 向小区里面走去 说实话 一到晚上 整个小区 黑漆漆的 给人一种 死气沉沉的感觉 的确是很吓人的 那个谁 你去把小区的路灯 给打开 迟得后 大哥也觉得 有些害怕 指使保安 把小区的路灯打开 那位保安一听 飞快地 向小区门口 一间房子跑去 不大一会儿 小区的路灯 全部亮了起来 路灯一亮 小区没有那么暗了 但是 远处的树影晃动 隐隐绰绰的 似乎 有一股若有若无的微风 正在吹动 虽说 没有那么阴森了 但是 却多了一股 古异之气啊 我们慢慢地 往前走着 路灯把我们的背影 拉得很长 越往小区里走 大家越是感到 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 小老弟啊 那 那脏东西 在哪儿啊 吃得后 忐忑不安地问道 我摇了摇头 并没有直升 因为 我也不知道 他们在哪里 只是感到 小区中 弥漫着一股怨气 但是 却无法确定 这怨气具体的位置 我们 进八号楼 我虽然 无法确定 怨气的位置 但是 我知道 进入八号楼 一定能看到 那个老太太 啊 进八号楼 吃得后 吓了一跳 她知道 八号楼里有鬼 我点点头说 是的 到了八号楼 你就可以看到 和你争房产的人了 吃得后本来 很是恐惧 但是 一想到这个鬼魂 让整个小区的房子 都卖不了 顿时 一股无名火 窜了上来 她娘的 我倒要看看 是个什么东西 死人和活人 整房产 嘿 奇了怪了呀 吃得后 仗着人多失踪 雄啾啾地 跟在我们的背后 向八号楼去了 到了八号楼门口 发现楼道里面 黑漆漆的 楼梯里面 应该有电灯 装的都是声控开关的 但是 一点都不敏感 我们都走到楼梯口了 那灯还没亮 不知道 是谁跺了一下脚 灯亮了 可是 灯亮起来的一瞬间 却传来了一声 阴森的怪叫 喵 这声音听起来 既像猫叫 又像是婴儿在叫 不管是像人 还是像猫 发出的声音 都是破强 嘶哑其力 让人一听 汗毛都炸了起来 同时 一股阴风 向我扑了过来 我抬头一看 一团黑影 带着一对绿油的眼睛 向我扑了过来 我感到 有股说不出来的邪气 急忙把头一偏 给躲了过去 可是 跟在我后面的 池德后 却没有躲开 却听到 池德后一声大叫 我的妈呀 接着身后 扑通一声响 我急忙回头一看 发现 池德后一屁股 跌倒在地上 那团黑影 已经无影无踪了 池总 池总 您没事吧 几位保安 急忙过去 把池德后 给扶了起来 池德后 伸手摸了一下脸 居然是摸了一手的血 池总 您出血了 一位保安 惊声地叫着 他娘的 这个该死的野猫 池德后顿时 恼羞成怒地骂了 是野猫吗 几位保安 拿着手电筒 在池德后的脸上 晃来晃去地乱晃着 不是野猫是什么 你他娘的 把手电筒拿开 把老子的眼睛 都给照花了 池德后 气急败坏地呵斥 我仔细一看 池德后的脸上 出现了三道血印 好像是猫给抓的 但是总觉得 并不像是野猫 因为 那东西叫得 很像婴儿的声音 听起来 是极为的邪气 本集故事 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我有些疑惑地问道 池总 你觉得那是野猫吗 肯定是野猫啊 你没听到那声音 就好像那野猫叫砖一样啊 池后德从身上 掏出了一包餐巾纸 摁着脸上的血印子说 这时候 楼道里面的灯 忽然又熄灭了 这就是 声孔灯的毛病 过了时间 自动就会熄灭 有人重重地 躲了一下脚 想通过震动 来感应打开电灯 奇怪的是 电灯并没有亮起来 奇怪呀 怎么不亮呢 黑暗中 有人嘀咕 也许是坏了吧 有人接着说道 池后德说 他娘的 现在的产品质量 是越来越差的 还没怎么用 就坏了 不对呀 是停电了 黑暗中 不知道哪位保安 喊了一嗓子 池德后说 你咋知道 是停电了呀 池总 你看 外面的路灯也灭了 我们回头一看 小区的路灯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全部灭了 整个小区又陷入了黑暗 死气沉沉的 什么也看不到了 怎么路灯也灭了呀 是啊 这怎么回事 有人开始惶恐起来 连声调都变得哆嗦了起来 有时候 人多不一定能撞他 恐惧这东西 也会相互传染的 人越多 传染的就越快 这个时候 人越多 反而越是害怕呀 可能是跳闸了 你们几个 去看看 到底怎么回事 听了池厚德的命令 四五个保安 打着手电筒 朝配点香去了 池德后 被野猫挠了一爪子 胆子更虚了 楼道里面 黑骨隆隆的 他根本没有勇气上去 我们还是等他们把店搞好了 再说吧 听了吹厚德的话 我们全部又往后退了出来 在外面等小区来店 如果是总店闸跳闸了 重新按下开关 那就可以 很快就又会有店的 所以大家伙就在外面抽着烟 又等了起来 如果是单纯的抓鬼 有没有店都无所谓 我一个人上楼 那也可以 但是这次抓鬼 不是个人行为 也不是一抓了之 而是要解决问题 说白了 这是一桩阴阳棍子 池厚德 必须要和我 一起到达现场才行 通过这人鬼对质 搞清楚老太婆 为什么不让池德后 买房子 我才能确定 抓不抓这个鬼魂 因为鬼魂放弃 转世投胎的机会 留在阳间不走 那么 必然有他留恋的东西 谁知道 大家一直烟抽完 小区里面还是黑漆漆一片 也不知道 那几个人是怎么搞的 到现在都没有来店 他奶奶啊 怎么喝个点闸 这么费劲 池厚德 有些烦躁起来 他对剩下的保安说 你们再过去几个人 看看 到底咋回事 池厚德 一声令下 又去了四五个保安 结果 这群保安 又是一去不复返了 十几分钟过去 没有任何的反应 池厚德 沉不住气了 忍不住大声骂头 他娘的 都是一群吃干饭的 连跳个渣都搞不定 但是 我却觉得 有些不对 因为 小区的配电房 离这里并不远 几分钟就可以过去 即便是 他们解决不了问题 也会回来告诉我们 为什么 这么多人 一去不复返呢 你们几个 也过去看看 池厚德 对剩下的几个保安说道 算了 我们一起过去看看 我觉得 这事有点不对劲的 池厚德一看 如果 把剩下四五个保安 打发走了 就剩下我们三个人 他也没胆量 留在小区了 于是说了 也好 我们一起去看看 到底 是怎么回事 说完之后 我们就一起 向小区门口走去 因为 配电房 就在小区门口 我们刚刚走到 小区门口 两个守大门的保安 就好奇地说道 诶 池总 你怎么回来了 池厚德 黑着脸说 刚才回来的 那些人呢 守大门的保安一听 一头雾水啊 刚才回来的人 谁啊 池厚德 没好气地说 小区里没电了 我打发了两拨人回来 你们难道没看到 两拨人 我们一个人影都没看到啊 门口那两个保安 瞪大了眼睛 什么 你们一个也没看到 池厚德也是蒙的 因为 配电房就在小区门口 如果那些人回到配电房送店 门口的保安一定可以看到 为什么保安没有看到呢 门口两名保安说 是啊 我们一直在门口站着 根本没看到 有人到配电房啊 我一听 也觉得有些诡异 这可不是一两个人 池厚德 先后打发了两拨人 回来查看店长 每拨都有四五个 为何 大门口的保安 一个也没有看到的 池厚德想了想 忽然打骂道 他娘的 这群兔崽子 肯定是脚底抹油跑了 脚底抹油 难道真的跑了 也许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但是 话说回来 这些人即便要跑 也应该从大门离开啊 因为 另一道门是封死的 难道 这些人都是爬墙跳走的 我觉得 有些不可思议啊 但是 池厚德并没有想那么多 而是 对剩下的几个保安说 你们到配电房看看 如果是跳闸了 重新合上 那几个保安一听 打着手电筒 到了配电房 不大一会儿 小区的灯 又重新亮了起来 咋回事啊 跳闸了 看来 池厚德猜想的没错 的确是跳闸了 所以 小区里面的路灯 很快又亮了起来 小老弟 现在怎么办呢 池厚德看了一下 身边的保安 发现 只剩下几个人了 顿时 有些六神无助 我看了一眼 池厚德说 池厚德 咱们还是继续 小区里面路灯亮了 不要害怕 和我走就行了 说着 我转身 向小区里面走去 经过刚才的一阵折腾 大家伙儿心里面 都很紧张 一路上 默默无言地 跟在我的屁股后面 此刻已经是晚上十一二点了 小区里面一片的死寂 只有路灯发出一团团昏黄的光月 我们的脚步声在这样的夜晚显得格外的清晰 我甚至能听到大家扑通扑通的心跳声 奶奶 我正小心翼地走着路了 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清脆的铜音 在寂静的夜晚显得非常的空凛 奇怪 半夜三更哪来的小孩子呢 我心中一动 忽然觉得不对劲 因为我想起 那老太太身边就有一个小孩子 应该是她的孙子 我大惊之下 迅速转过身体 可是 我转眼一看 根本没有看到老太太 也没有看到小孩子 只看到那几个保安和呆头鹅一样 拼着脑袋 面面相去 一脸的诧异 跟在我身后的赤后德 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表情十分古怪 我还没搞明白她什么意思 忽然听到一个脆声声的铜音喊道 奶奶 你在哪啊 我一听 顿时大吹一惊 因为这个脆声声的小孩声音 正是从池厚德的嘴中 发出来的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怪不得 那群保安都被吓呆了 一个大老爷们发出小孩的声音 这是要多诡异 有多诡异啊 那能不惊呆吗 我也被惊呆了 至少在一秒多钟内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甚至怀疑 这声音是不是 池厚德嘴里面发出的 但是事实上 我确实看到 他的嘴唇正在蠕动 奶奶 奶奶 池厚德嘴中 发出稚嫩空灵的声音 让那些保安们 吃了一惊 吃 吃走 那些保安们 惊恐地看着池厚德 有几个保安 试图靠近他 别动他 我急忙伸手 挡住那几个保安 因为 我已经意识到 池厚德有问题了 几个保安一听 吓得猛然往后一退 他们也意识到 他们的老板出了问题 奶奶 坏人来了 池厚德嘴中 发出了同音 我看着池厚德 用温和的语调说 你奶奶 在哪里啊 坏人 坏人 你们都是坏人 池厚德 把头摇得 像波浪鼓一样 其他人见我 和池厚德对话 感到惊讶至极 尤其是 那姜老头 几乎是傻了眼了 因为 他们只看到 池厚德脖子 微微前倾着 有点驼背 整个身体和表情 都显得有些僵硬 但是 我看到的 却是一个小孩子 骑在池厚德的脖子上 这个小孩子 脸色颤白 正瞪着一双大大的眼珠子 惊恐的看着我 下来吧 孩子 乖 下来 找你奶奶 我温和的 对那个小孩子说道 不 池厚德猛然往后一推 就要逃跑 我急忙一把 抓住池厚德 那个小孩子 划成了一团黑影 像一个大花猫一样 从他身上 就跳了下来 转眼无影无踪了 池厚德身子 猛然一晃 就好像是 喝醉了酒一样 差点一个猎血 跌倒在地上 幸亏我一把 把他给抓住 小区远处的黑暗中 传来了几声 凄厉的猫叫 不过 这猫的叫声 有些诡异 更像是 婴儿的哭声 我心中一个机灵 知道 那不是正常的猫 因为师父 曾经跟我说过 如果半夜三更听到类似婴儿一般的猫叫声 或者是一群这样的猫在打架 千万不要打理 因为那是争着投胎的小鬼 我怀疑 那只野猫就是刚才那个小鬼的化身 他袭击了池厚德之后 马上就上了池厚德的身 因为惧怕我 又不得不离去 小鬼离开池厚德身体之后 池厚德才懵懵懂懂的清醒过来 他见我扶着他 竟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小老弟啊 我 我这是咋回事啊 池厚德一脸迷茫地说道 一般重心的人 恢复正常之后 都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身体被邪灵占了位 自己的灵魂考边占了 自己自然不知道肉体做了什么 我看了池厚德一眼 见他完全恢复了正常 就轻描淡写地说 没事 你刚才叫地下滑了一下 我扶了你吧 池厚德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哎呀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走着走着 大脑忽悠了一下 可能是磕着了 我微微一笑 可能是池老板最近有些累 不妨休息一会儿 说着我递给他一支烟 就坐在附近的小区石凳上 江老头和那些保安 借我没把事情说穿 也都闭着嘴不再吭声 那几个保安想笑 又不敢笑 因为池厚德的脾气 他们也知道 搞不好就要挨耳瓜子 我之所以没有像池厚德实话实说 是因为我有自己的想法 我总觉得池厚德这个人 不是特别单纯 不是因为我对妇人有成见 而是现在妇人发家太快了 干净的人少 鬼蟋上神一般都是有原因的 那小孩子似乎是从他来的 我若是说了实话 不但会给他造成心理压力 后面也就没办法配合我了 我们坐下之后 江老头和几名保安也坐在了旁边 江老头一边抽烟一边看着我 他似乎对我的行为有些不紧 也许他认为既然布了阵法 就应该直接做法抓鬼 为何默默唧唧为而不达呢 他虽然有疑问 但是却不敢问我 毕竟这里以我为主 谁也不敢在我的面前望远 大家默默地抽纸烟 忽然一阵阴风卷起一阵落叶 就吹了过来 大家伙下意识地捂住了眼睛 赤总 你真的没有和什么人结过仇吗 赤得后 夹着纸烟的手 微微一颤 半截烟灰掉在了地上 连连摇头说 没有 没有啊 凭我的经验 刚才的回答越快 那就越有问题 我微微一笑说 赤总 这地方你还认识吗 这是我开发的小区 我怎么能不认识呢 赤后德一脸不解地看着我说 我冷冷一笑 赤总 你仔细看看 这儿是你开发的小区吗 赤后德看了我一眼 也许他觉得我这问话有些古怪 下意识地抬起头来 向四周看了一眼 心想 我开发的小区难道还有错吗 可是他看了一眼之后 顿时脸色大变 随即眼神又迷茫了起来 因为周围黑漆漆的 那些个路灯 楼房 绿化带都不见了 再一看 自己坐在一个小胡同的马洛崖子上 周围都是一些高高低低的平房 已有楼房 街上灰蒙蒙的 有很多白小摊的 还有卖臭豆腐干的 有卖烤香肠的 还有卖糖葫芦的 熙熙攘攘的 很是热闹 虽然有些乱 但是却给人一种非常温馨祥和的感觉 赤总 你还认识这里吗 这儿 这儿不是原先的城中村吗 这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默念了几句咒语 然后对手中的烟头吹了一下 大喊了一声 破 然后手指一弹 一道火星飞了出去 眼前的情景忽然消失 我们又回到了小区里 赤德后不可思议的看着我 就好像是如猛初醒一样 赤总 看来你开发天成花园并不顺利 赤厚德一脸惊讶的看着我说 哦 你怎么知道 刚才你看到的叫怨气反应 有太多人把怨气留在这里 到了晚上阴阳交态的时候 这里会出现原先的情景 如果你这片小区开发的顺利 就不应该有这么多怨气聚集在这里 你要是不说实话 我可帮不了你 不说这小区闹不闹鬼 就是这种怨气反应 隔三差五的在小区出现一次 谁还敢在你的小区里面住啊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感谢您的收听